哈哈哈哈 举头来喽 哈哈哈哈 欢迎收看本期流明学院士 今天继续测评一款自行车前灯 同样是来自嘉雪龙家的 V18-200自行车前灯 到手包装和我们测评过的 几款嘉雪龙产品都略有不同 是十分清新的配色 在包装正面还有一个开口 可以直打主灯按键 打开包装内部除了车灯本体和常规的 夹具充电线以外还有一个线控开关 我们稍后来具体介绍 那拿到车灯的第一感觉就是轻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轻了 嘉雪龙V18的重量仅为111克 那和一般车灯的长方形或者圆柱形外观不同 这次嘉雪龙V18整体显得比较令内 除了在车灯下部有一块凸起以外 在侧边还有硕大的一个前后推动式的开关 那这次的这两个让人感觉到略有点怪异的点 也是本次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一个有着四种声音和五档音量的喇叭 那首先这个喇叭是位于前灯的下侧 实际上发射面积是很大的 通过向前推这个侧边开关的形式来打开这个风铃器 主灯也会闪烁 用于更好的提示 那官方说整体音量可以达到120分贝 这次我们就挑了一个声音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大家现在听到的声音分别是来自 1米 3米和5米处的喇叭音量 我个人是觉得官方提供了这么一个 五档声音调节的选项确实是明智的设计 在一般的场合也确实不需要最高音量这么大的声音呢 那如果说你想调节音量的话 只需要长按主灯按键三秒钟 在风铃器触发后指示灯会变成紫色 那再使用侧边的这个拨杆进一步调节 往前拨动时增加一档音量 向后则是减少 调整到合适音量之后 单击主灯按键就可以锁定这个音量 那使用电子喇叭的一大好处就是 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调整 分别是滴滴滴滴滴 山雀和百灵柳 通过向后拨拨感 并保持两秒钟 在四种声音间循环 松开几颗锁定声音 那我们现在来依次试听一下 大家觉得哪种声音你更喜欢呢 主灯方面 那这次驾雪龙V18上是配备了两颗灯珠 组成的一套双灯珠集成式的透镜系统 这次的透镜采用了条纹TIR透镜 那大家都知道条纹透镜有着非常独特的出光形态 它可以使整体光路下移 同时通过内部TIR透镜的角度调整 这次V18的光斑可以说是非常独特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光斑整体来说 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光斑 四周几乎完全无杂光 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德规车灯 完全不存在黄眼的问题 它在光色上和标准的5700K光源相比 整体比较偏冷白 没有偏色现象 这点值得好评 在操作逻辑上 通过长按正面的车灯开启 单机在四档分别为50 100 200 和200流明闪烁之间进行切换 同时这颗按键也类置了三色指示灯 其可以进行电量提示和充电状态提示 而且我注意到 在四档间进行调节的时候 主灯不同档位之间 都是采用渐变的这样一个显示进行切换 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开灯 或者调整亮度时的不适 在充电方式上 这次在下部采用了一个 同样是做了抬高处理的直充充电口 而且好消息是 这次终于是Type-C接口了 大家可以更加便捷的为V18充电 那官方说充电时间小于三个小时 我们自己实际测试了一下 由红灯闪烁到充满 最终充电时间大概是在2小时18分钟左右 本次V18是类置了一个 2000毫安时的不可拆卸电池 那可能有些朋友对续航方面比较担心 在官方发布的这张亮度续航表当中 整体的续航和同内型的一些车灯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这一点可以不用担心 那这次和车灯一起赠送的 还有一个Type-C接口的线控开关 这次的这个线控开关连接部 采用了弯头的设计 在安装在车把上后 确实比直头的看起来更和谐一点 不会突出来一大截 这个线控开关被设置为喇叭的开关键 安装后大家就可以不用拖把 直接使用这个喇叭了 实际页设方面 那在前面展示过 V18的出光基本上就是一块长方形 那么如果调节合适的话 可以大概照亮前方5到3米范围内的 这么一块区域 同时两侧也有着2米左右的宽度 大家可以考量一下 这样的照射效果 是否能满足你的需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降档方面 由于本身亮度不是非常高 所以即使是塑料外壳 降档方面趋势也不大 开启200流明 在22分钟左右降低至175流明 随后又会缓慢上升 一小时降档测试结束时的亮度为180流明 发热方面 在开启极量档的测试过程当中 灯头温度最高达到50多度 而灯体没有明显的温度上升 最高温也不到35摄氏度 总的来说 个人觉得加血龙V18 就是为城市通行需求的朋友们 来专门设计的这样一个自行车前灯 虽然它的亮度只有200多流明 但由于特殊的出光设计 基本上也可以满足一些城市其行需求 同时它也有非常有特色的喇叭的设计 这是在很多同类型产品上都是没有的 所以大家可以考量一下 它会是你需要的那款吗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本期视频对了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转发 关注流明神言室 带你看更多手电内容 守国光明和GK 我们下期再见